大家好 我是Wallace 今天已經1點多了 我弄得來應該是零十六點 明天還要上班 所以就這樣吧 我的樣子應該撿得不太好 我是Wallace 今天跟你說的是Galaxy Unpack 2021的資料總合 來自三星8月底開始陸續推出的是 Galaxy Watch 4 Galaxy Z Fold 3 Galaxy Z Flip 3 以及Galaxy Buds 2 Galaxy Watch 4規格最主要配備 Ethanos W920 雙核心處理器 1.5GB RAM 16GB儲存空間 價錢分別是$249和$349起 主要設計是沒有特別亮點 鋁盒金機身再加直膠錶 而如果需要我手上的物理轉盤 這個是Galaxy Watch 3 這是我最喜歡的Galaxy Watch設計之一 就要選擇Galaxy Watch 4 Classic 今年主打幾項的新功能 OS的更新 它跟Google合作未來的系統轉為Ware OS 即是未來除了Samsung的軟件支援之外 之後可以在Google Play下載Ware OS的程式 都可以用得到 即是說 過往Galaxy Watch被插掛程式不夠 接下來會改善得到 發佈會公佈的支援程式 而跟我是關係的 只有Google Maps和Calm這個程式 講完OS 講Samsung Health 今年的突破有兩件事 更精準的睡眠偵測 以及可以量度身體組成部分 睡眠偵測本身Galaxy Watch 3 都覺得蠻好用的 接下來會用缺氧量 偵測鼻韓聲 以及呼吸節 去達成更準確的睡眠偵測 是好的 但問題是 基於Galaxy Watch 電量一貫都是一天半的電量 我晚上不充電的話 第二天是半天就沒電了 我其實買了一年 我最多這個功能都用得不夠30天 我不夠月神心用啦 或者 如果它電量不搞的話 其實這個功能很好 都沒用啦 當然你可以天天回家充電先 我不習慣 接下來的功能就是量度身體組成部分 即是你做Gym 通常被姐姐推銷你的時候 會叫你站上綁 拿著兩顆東西去量度的綁 幫你量度身體脂肪 水分和肌肉量 其實是方便的 不用特意去那些地方量度 或者被人推銷 Samsung Health 這裡是蠻有感的 功能其實蠻全成 kept 有齊心電圖 血壓 血氧量 睡眠傾測等等 加上它繼續改善整整度的話 我感到蠻好用的 先說到手機 新發布是兩台手機 Galaxy Zflow 3和 Z Flip 3 Zflow 3是旗艦機款主要規格 比起上代輕了少少 薄了少少 還有多了IPX8防水 即是理論上可以在水3米深度停留30分鐘都沒事 兩面的屏幕都是Dynamic AMOLED 2X 120Hz Adaptive Refresh Rate 還有幾特別的就是Under Display Camera 它將整個鏡頭藏在裡面的屏幕底下 當你用的時候才能看到 不用的時候會藏起來 不過要注意的是 鏡頭由2代的1000萬像素變成400萬像素 另外挺有感的就是支援S Pen 蠻有用的S Pen 讓它真的可以當平板用的一個轉捩點 S Pen的體驗用開Note 或Samsung平板的人都知道 其實算是蠻好用的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它知道S Pen是獨特的設計 我猜它會怕刮花 其他規格上是沒有特別的變動的 後鏡頭和上代都差不多 拍攝質素是不會跟S系列有得比的 另外功能和使用體驗提升 內屏幕的使用更加傾向平板的使用體驗 多了Taskbar給你切換程式 不同的程式在Zflow 3上都會有更像平板的體驗 你在Zflow 3可以達成的多工處理會比以往更多的 例如可以左右邊分開用Office App 這個是蠻有感的 我有錢也想試一下這些功能 不過暫時沒有錢 不過重點是價錢比去年便宜 $1799美金 唯賣大約$14000左右 不過也是很貴 過萬元的手機其實真的很痛 我想說的 我的整體感覺 今年的Zflow 3雙屏的Dynamic AMOLED 多了S Pen和防水 還有提升了整體軟件的使用體驗 還降了價 是一個不錯的一年的更新 可以說的是他也是用S888 我想也是因為過熱而降頻影響使用體驗 電量沒有變 還只有4400mAh 鏡頭沒有升級過 內屏直接降級了 還有真的很貴 接著到Zflip 3 發佈會說的是大了的前螢幕 可以用到widget 可以看到訊息 召喚人 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自拍的時候 會用廣角鏡自動配合所有人 入相框拍照 比起上一代都便宜了 多了120Hz螢幕刷新率 IPX8防水這幾項 其他就沒有特別跟動 最特別是他找了BTS的BUTTER 最後一件產品就是Galaxy Buds 2 即是Galaxy Buds Plus的淨化版 白色的外殼 裡面可以選擇顏色 多了主動降噪功能 亦改善了通話質素 在Samsung和不同的設備中的切換速度也快了 今次的Samsung Galaxy Unpacked 我自己覺得也終於好看一點 之前我真的悶到 而且看得出他這次真的丟多成本 在整個Event和Marketing Galaxy Watch 4系統更新 新的功能我是挺有感的 Galaxy Zflow 3整體我覺得算是正面 至於Zflow 3和Galaxy Buds 2都有升級的 不過我的關注就比較少了 不過我覺得暫時來說 摺機在大眾對手機的定價標準還是太貴 一台手機二十萬四元 而且帶來帶去 一個不小心我整花了 其實真是鹹 而且... 我... Galaxy Watch 4 定價我也是覺得偏貴的 三千多元一隻自動手錶 我想如果你真的很重視它的設計 和Samsung Health整體體驗的功能 才好入手 下次再見 我是Wallace 喜歡我的影片就按個訂閱按鈕 按旁邊的鈕 有新影片的時候就會通知大家 以上我幾部的設計 除了Zflow 3是比較貴的 其他有什麼你真的想我評測的話 我可以想買不買 沒錢啊 好啦 拜拜 拜拜